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国期间出现了一个司马家族 这是我们知道的司马八法 除此以外 中国有历史记载以外 没有一个家族 能够在乱世中获得保障 所以上策其实是没有的 只能是善于保全自己 顺便能够做到不亏心 我觉得也就足够了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尝试过 无论是大清灭亡的时候 还是民国千台的时候 甚至在日军明镜要占领首都的当口 也有一些人选择了留下 他们其实完全可以走 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即便自己不离开 安排下一代能够离开 我觉得这才是正直的父母 很多人家族比较大 盘根错节的 与目前的县政府 有的一些关联 或者说经济上 还能获得一些利用 舍不得住 这种情况很常见 但是最好 还是安排下一代离开 哪怕只是有选择的 安排一下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目前最好的道路 即便安排他们出去 也尽量是学个一技之长 不要参与别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情况 内地 它很难维持 目前的经济运行 它正在进行一场 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 无论是好坏 它都是一个全民运动 有一些人在吹嘘 说是新的技术 能够让这个国家 是依托着国际环境 中国目前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秩序 短时间内也做不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一次从 49年建政 到内部的调整 距离大腰境将近十年 距离文革 那就更长 说明它这个调整是要时间的 即便全民拥护它 外部的环境 不去逼迫它 它也需要很滥藏的一个时间来调整 不可能有很快的一出而就的这种现象发生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现在极有经历 这次变革 这次变革呢 有一个 跟上次有一个区别 它不是全民自愿 当时 人们不管是受到了虎骗 还是发自内心 它至少在全国范围内 它对新政府抱的一些期待 民众心里是自愿的 去迎合政治 这次恰恰相反 开倒车的视频我们看了很多 说明从上到下 对这种开倒车是有抵触的 这个世界上 进入现代国家以来 这种倒车 例子不多见 民国初年的袁世凯算一例 这个在国际上影响不是很大 因为它很短暂 三个月不到就完蛋了 其实 七十年代 国际上发生过一件大事 伊朗从一个世俗国家 经过伊斯兰革命 蜕变回原教旨主义国家 这是美国智库 以及国务院观察家 政策的制定者 在上个世纪犯下来的最大的错判 它跟二战结束以后 两个阵营的划分 毫不相干 也不能和中共获得政权相类 因为那个涉及到亚尔卡协定 涉及到美苏势力划分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它是反制的 它是反潮流的 当年没有人考虑到 这种蜕变 能够形成一个伊斯兰政局 而且维系了四十年 所以整个社会环境 国际环境 它已经不一样了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 中国面临的压力相当大 而且很密集 从目前来看 周边国家 与我们的关系都在恶化 甚至 原先相对稳定的一些国家 都在放任 东突进行军事积极 我们知道 这种变化 它不来自于某一个点 而是全面的一个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 内地进行变革 是势在必行的 你不管它往哪一个方向上去变 廖山 李鸿章和这个 曾沟帆对谈的时候 提出来的这个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其实这句话 罗到现在 正合适 它还讲早了 一百五十年 因为地制 被推翻以后 它会留下一个尾巴 这是一个惯性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惯性 它正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我们也知道 经济 是决定它的基础 国际社会呢 今年开始的制裁 是全方位的 对周边小国的一些怂恿 一些背后的交易 逐渐开始演变为行动 所以周边的热点 会很密集 那么作为政权来说 他们非常希望 有一两个热点 如果没有的话 他们会制造一个热点 他们要集中力量 搞出一个短期目标 估计呢 是台海 对台海而言 根本不需要打 它只需要做一个宣传 集中一下力量 来把它畅想 而不是打想 中国人呢 历来是安土中签 没有特别的事情 很少有人愿意离开 自己已经习惯了的土地 我知道很多人 很不忍心 尤其是现在 都是一个独生子女的 这种社会 农村的农民 说白了 考虑不到 他就有五个孩子 八个孩子 除了一两个读书 读得好的人出去 其他人连同这个家庭 他是走不掉的 其实现在想走的 主要还是中彩 那么他们能在这个社会 结构中 能够比较稳定 像各大城市 驱逐低端的这些活动 也触碰不到他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犹豫 观望 这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相信 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张爱玲一样 能够带着挑夫 在最后关头 踏上罗浮桥 逃出升天的 这种幸运儿 很少 资金 现在还有办法出去 虽然要被人扒掉一层皮 但是问题还不大 因为变暖还没有开始 人 从周边国家走 勉强还能出境 这个关口呢 应该是不长久 如果恶化一下的话 可能到六月份 情况就会开始变化 一两年之内 国门就会完全被锁死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中国人和大多数西方国家 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 我们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 愿意在教育上投入 愿意为下一代 能够生活得更美好 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不知道大家 能不能想明白一点 我们作为父母 作为兄长 作为上面有老人要养 下面有孩子要养 这么一种社会中间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 是最累的 因为我们获得不了 任何人的帮助 我们也不能诉说 自己的委屈 我们的每一步 其实都是在读 我们自己可以做这种尝试 甚至辛劳一些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生活得更安详 很多人的想法很多 到了事情需要决断的时候 就开始犹豫了 我们一直说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 大党 叫防谋杜断 杜狱这个人不出名 但是他的决断力相当好 我们也知道 在军事上 他有一个原则 叫错误的决心 也比不下决心要好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遇到了一个大变图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 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能够完全地跳开这个漩涡 我们只能做到一点 为自己的下一代 打造一个安全 让他们去学一些技术 学一些一技之能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都能安身立命 我们看着他健健康康地长大 甚至只是听说 或者抱着希望 都可以 因为今天的生活 是我们的父辈 选择错误造成的 我们要为他买单 这很正常 你可以选择不去上街 不去造反 不去喊口号 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割舍 就是这份亲情 所以问我 有什么上策的这些人 我犹豫了几乎半年 我始终不想说 在乱举中 变乱一旦开始 流民会裹挟 整个社会的大多数 这次变乱 肯定是由经济问题造成的 但它显示的这种暴力 是过惯了和平年代的这种日子 老百姓 所无法预测的 现在我们做出预言 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 因为大家已经在和平年代过惯了 中国已经几十年没有战争了 做一些危言耸听的预言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宁愿 劝大家静下心来想一想 即便自己走不掉 或者割舍不了 事业 清醒 财产 选择让孩子出境 哪怕 同龄的孩子中有几个 大家做一下选择 把热爱学习 适应能力强的 送出去 做一个后备的种子计划 我觉得这样对每一个人 至少都能心安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叛律 至于每一个人的情况 都是不一样的 提出建议呢 也不可能是很难备 只能是尽可能的考虑一下 做一个选择 和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整个变局 在变的过程中间 它总是有好有坏 中国历史上 出现变局的时候 往好了变得不多 悲剂往往是接踵而至 我们可以说 劝大家 放下心 否极太来 这个政权已经把我们折磨得喘不住气了 不敢去说话 翻个白眼 都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再继续对宪政福报有幻想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那就是自己的问题 上策 是能够出来的 就出来 实在出不来的 安排一下子女出来 我们来面对这一切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要量力而起的 天下之大 可以说 在内地 蔚南 会没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你安心摆下一张书桌 如果下一代真的很成长 愿意读书 愿意去钻研一些事情 现在花一点钱 花一点精力 我相信 对他们的未来 是很有益处的 如果不住手 就这么有益处的 还是不存在 遇到